我张一支既然进了宫 就没有理由灰溜溜的出去 张忠从现在起不管做什么 听我的 在武皇的庇护和纵容下 张忠忠与张一支哥拉的私欲和野心 就像春天里无人修剪的藤麦一样疯狂滋长 自打从长安回到洛阳之后 他们不仅变本加厉的贪污受贿卖官欲绝 而且还包揽了朝廷所有的大型土木工程 迎死舞弊上下其手 从中获取的非法所得不可圣计 与此同时他们的几个兄弟也在度鸡犬升天 云洛阳县令张昌已升为上方少监 曾被为人中阻挠而为祸升欠的张昌七 则出任汴州刺事 还有一个哥哥张统修 也升为私礼少卿 真可谓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少年得志确实是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事情 然而天狱服人先以威祸景之 天狱祸人先以威腹交之 年轻人未被老天打过威祸的玉房针 不知事物艰辛 不等人生无常 所以一招富贵便极易产生天之骄子的错觉 从而迷失自我 任凭欲望泛滥 因此迷天大祸也就随之俱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 如今的张氏兄弟们 仿佛就躺在一把名叫灾祸的刀子上 舔着一种名叫富贵的蜜 年少轻狂的他们何尝想过 这种刀头之蜜舔得了一时 又岂能舔得了一时 说实话 拥护礼堂的那些朝臣们 可以接受武士家族的存在 却不能容忍张氏兄弟的作威作妇 为了把张氏兄弟赶下台 有些官员开始暗中收集他们 贪赃枉法的罪证 只等着证据确凿后 对他们发出致命的遗迹 长四年7月12日 有关部门便以贪污受贿的罪名 将司礼少卿张统修 汴州刺史张昌七 上方少监张昌一逮捕下狱 数日后 朝臣们又发出了对张一之和张昌宗的指控 在铁打的证据面前 武则天也无可奈何 只好同意对二章立案审查 一时间 群臣惊恶万分 都在消化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大家闹不明白 武则天究竟是想对小钱动手了 还是借此机会表达自己的不满 所以赵书发布之后好几天 既然没有朝臣敢接话 更没人敢公开审理张氏兄弟 直到7月18日 司刑正贾进言才终于打破了沉闷的气氛 上了一道奏书 他在奏书中研导 张昌宗在民间抢买人家田地 应罚黄筒20斤 一起重大的贪污受贿案 竟然被轻描淡写成了抢买天地 而且惩罚手段 也轻得连辟都不算 就算是200斤黄金对张氏兄弟来讲 也只能是九牛一毛 更何况是20斤黄铜 也亏这位贾兄想得出来 而武皇对这个结果则非常满意 当即诸笔一挥 写了三个字 我看行 朝廷的那些大佬们显然无法接受这份判决 于是四天后 于是大夫李承家 于是中程还验犯上奏道 张氏兄弟贪污的赃款 攻击四千余民 应该依法将春官侍郎张昌宗免之 张昌宗当场就跳了起来 面对武皇申辩道 臣有功于国 更何况 所犯之罪也达不到被免官的程度 此言一出 满朝文武纷纷窃笑 一个靠床上功夫得宠的家伙 一干在大庭广众之下 说自己有功于国 简直是华天下之打击 武则天也略为尴尬地看了看张昌宗的胯下 只好把脸转向那几个亲父二张的宰相 并说道 依你们看 昌宗到底有没有功劳 刚刚被提拔为中书令的杨再思 先前就因为夸张昌宗向朵莲花 从而才被提拔上来 所以他自然不会放过 这么好的露脸机会 可问题是 张昌宗到底对国家有什么功劳呢 难道说他义务照顾八十岁的孤寡老人 这恐怕不行 经过杨再思大脑的一番高速运转 才终于让他找到了张昌宗的功劳 只听杨再思说道 张昌宗为陛下调制神丹 陛下服用之后也确实效果显著 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功劳吗 不得不说 杨再思这一招太绝了 群臣敢说这不是功劳 武则天立马就会拍死他们 群臣无话可说 武则天便赦免了张昌宗 让他官复援职 同时也做出了适当的妥协 把张昌宇贬为伯望县城 张同修贬为祁山县城 希望以此平息大臣们的愤怒 武则天的用意很明显 动他们的兄弟可以 但千万别打我心肝小宝贝的主意 但是开工没有回头见 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拥护礼堂的那些大臣们 必将与二章的博弈越演越烈 长了四年冬天 八十岁的女皇武刀病逝日渐沉重 一连数月躺在长生殿里没有上朝 宰相们都没有机会和他照面 只有张一之和张昌宗兄弟俩 日夜陪在他身边 所有人都知道 女皇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 宰相随旋伟觉得 在这微妙的时刻 再让这两兄弟隔绝内外 绝对不是好事 于是上奏武皇说 太子与相亡人后孝顺 足够在陛下身边侍奉汤药 宫尖大事非比寻常 不宜让皇家以外的人出入 可武皇却回到 你的后遗震心灵了 然后就没了下文 假如长期让张氏兄弟隔绝内外 指不定这两人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于是就在这个街骨眼上 拥护礼堂的那些大臣们再次出手了 这一次 他们不再纠缠于贪污受贿问题 而是下了重手 他们派人在洛阳的街市房间 到处散发张天立民传单 而传单上也只有六个大子 那就是一只兄弟谋反 所以每天都有人就此时上奏武皇 可老太太硬是装蒙作哑 理都不理 眼看匿名传单也不能奏效 拥护礼堂的那些大臣们 又使出了一切狠招 这一年12月20日 许州人杨元寺突然举报说 张昌宗曾经召见术士李洪太 为自己占卜看相 而李洪太则说 张昌宗有天子之相 并声称 只要他在定州建造佛寺 就可得到天下人的拥戴 这次指控远非匿名传单可比 不但有人出面举报 而且性质也非常严重 因此武皇再也维护不了 只好命奉阁侍郎维承庆 私行轻崔神器 于是中成宋经祖昌联合调查组 会审此案 女皇虽然已是风烛残念 可她的心思却依然很细腻 她挑的这三个主审观中 维承庆和崔神庆都是张氏兄弟的人 所以这二人也只是装模作样的审了一下 马上就得出结论说 张昌宗对相免一事供认不讳 然而据她所说 早已经将此事回兵给陛下 按照制度 这属于自首情节 应该免出惩罚 可御史中成宋经却紧咬着不放 并上奏道 张昌宗已经受到陛下极大的冗忠 可还找术士看下 她居心何在 而据李洪太所说 她为张昌宗占卜 得出的是天子之卦 如果张昌宗认为 李洪太妖言忘形 那她为什么不将李洪太 送到有关部门治罪 虽然她说已经将此事上奏天子 可终归是包藏祸心 请陛下将她批捕入狱 没收家产 再惩罚其罪 张昌宗究竟有没有和武则天提及此事 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只知道 这位老太太又装起了二倍 再一次选择了沉默不语 宋经一看这老娘没有装傻 于是又频频上奏 声称若不立即收押 恐怕会动摇民心 面对宋经的不依不饶 武则天干脆取消了她的主审官资格 并挖空心思的给宋经找了一大堆差事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把她支出朝廷 眼不见心不烦 先是命她去扬州调查一些陈年就案 但宋经却拒绝道 我不去 南方失气太大 我怕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于是武则天又改口道 游州都督取图众详被人举报贪污 你帮朕去查查 但不料又被宋经顶了回去 她的理由是 依照成立 周县官犯罪 关节高的由市律室去审理 关节低的由监察律室去审理 其次若非军国大事 律室中城部该出去办案 虽游州都督贪婉 不在臣的职责范围内 武则天强压着怒火 又命他前往龙鼠一带去安抚百姓 有趣的是 宋经依然拒绝道 如今龙鼠地区并没有变乱 不知陛下派臣去干什么呢 女皇一连下了三道赤裂 可硬骨头宋经死活就是不奴 武赵被气得浑身哆嗦 可宋经所言句句都是典章制度所规定的 他也没理由反驳 与此同时 司法部门对张昌宗哥俩的判决书也终于出来了 结果就是弄死他们哥俩 而且还是立刻 武则天一听这个消息 瞬间五雷轰顶 我已经幼年丧父 终年丧父了 难道还要我老年丧情人吗 看着面如桃花的两个小情人 女皇暗自决定 我一定要誓死保护自己来之不易的爱情 宋经一看女皇又装傻 所以干脆直接闯进长生殿 再次奏情逮捕张昌宗 武皇有气无力地说道 昌宗不是早就向朕自首了吗 只听宋经咄咄逼人道 张昌宗是因为被举报 万般无奈才对您坦白 并非真心悔过 更何况 谋反是大逆之罪 不允许因自首而免于刑罚 如果张昌宗不被处死 那还要法律干什么 此时 武则天的身体非常虚弱 可面对咄咄逼人的宋经 他心头的怒火还是猛然生疼而起 只听武皇恨恨地说道 你如果再坚持伤害我的心肝小宝贝 难道就不怕镇先杀了你吗 很遗憾 武则天的恐吓并没有奏效 宋经距离力争道 张昌宗承受着他不应该享受的恩子 陈深之此言一出 必会大祸临头 但是在道义面前 臣死而无憾 站在一旁的宰相杨宰斯 眼见火药味越来越浓 于是赶紧替武皇挡架 高声斥令宋经退下 可宋经白了他一眼 然后立声斥责道 当着天子的面 岂有你发号施令的资格 就在此时 武赵常叹一声道 既然如此 那就让昌宗去接受审讯吧 宋经因为武皇终于妥协了 不禁大喜过往 立刻把张昌宗带到御史台 连堂都不升了 站在庭院中就开始审讯 可令宋经万万没料到的是 审讯刚刚开始 宫立的宦官就带着武皇的圣旨来了 宣布赦免张昌宗的所有罪行 不得不承认 宋经是被武皇耍了 他傻傻地站在原地感叹道 早知道如此 我就应该一棒唇 先把他的脑袋给拍碎 还审什么讯 父子恨也 至此 这场声势浩大的道章行动 彻底宣告失败 用力拍大臣们 终于看清了一个无奈的事实 试图用法律手段扳倒二章 纯熟是痴心妄想 既然不能靠法律来解决问题 那要靠什么 这时候 有人提出了一个 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不但可以一举除掉二章 而且还可以顺便光复礼堂 他的方案就是 兵检逼宫 而提出这个方案的人 就是须发揭摆的八学老人 两个月前 刚刚就任宰相的张简芝